你绝对想不到 东皇宗最强者语文太极 只是三月两语就让黑明宗叛变 他对明皇所说的话 一字一句都戳在明皇心上 说实话 没有守护结界的黑明宗 如无根之平 若不是没得选 他们也不会选择成为圣天府的走狗 那语文太极 你有什么妙计吗 太极道 先要活命 那便需要魄力 让你黑明宗之人 进入东皇结界的魄力 此言一出 两位宗主都瞪大眼睛待着看着他 明皇震撼无比 你 你就不怕我们进秋瞬间反扑吗 哼 大家可以试试 而且 我始终相信一件事情 那就是你们对圣天府的痛恨 比我们更强烈 说完目光着着看着他们 这一刻 明皇只感觉内心再无迷迷 是啊 黑明宗被打成这样 守护结界被毁 归根结底都是圣天府做的 叫他们如何不恨 如何能忘的 以前在圣天府面前 卑躬屈膝的种种 都只不过是装出来的罢了 语文太极的声音 仿若有魔力般 牵动着明皇的思绪 东皇近万年来都未曾同意 那是因为我们东皇 黑明 蓝天 三宗一起牵着他圣天府 你们倒下才波及到我们 但如果我们合作 设计回到云霄剑派 只有一个圣天府 怎么能奈何我们三大宗门呢 甚至 我们可以重创圣天府 斩杀圣皇 明皇算是看出来了 这个男人的双眼中 煮烧着黑白双刺的烈火 语文太极的话 是在阵容发聩 他们夫妻俩对视一言 就沟通完毕 语文太极 你的想法只代表你自己 我就不信东皇宗的人 会愿意和你一起冒险 可太极冷亨 那是以前 而现在 你看看这是什么 说着亮出东皇剑 东皇剑在东皇宗 不止代表了实力 更是无上权威的象征 明皇和黑后再次对视一言 赫然是已经做好决定 他开口道 好 既然你都不怕我们进阶阶被刺 我们就信你这一回 我创的机会 你有云霄剑派 到时候和我们二宗之力 加上万身阶阶 将他们屠杀干净 黑后这时候咬牙问道 那我们能先回去了吗 太极果断拒绝 不成 留着人质 这是他的根本要求 不过 他话锋一转 你留下 但你相公 可以回去开始计划了 有黑后再 不怕明皇不乖乖就范 明皇这会也站起身来 脸上的邪影子格外明显 我知道你需要人质 但你得先帮我把夫人的手 接上一座成衣 没问题 宇文太极笑了 断手接手 看似毫无意义 但却实实在在 给足了下马威 如若不是天圣境界 我一家神器碾压 如何能让这两个 地盛天赋的宗主基 在这乖乖听话呢 在送走黑民宗的大军后 宇文太极等人 重返东皇宗 万山节节内 顿时爆发出了 轰鸣欢呼的声音 曾经在太一振风中 唾气 鄙视过他的东皇宗弟子 此刻 却折服在其能耐之下 而且心服口服 皇府风雨等周老 全都出门迎接 一个比一个神色激动 这一次以后 他们绝不会认为 上官军书夺东皇剑 会是一个错误决定了 他们吃热的眼神 落在宇文太极身上 东皇剑身上 能够在生死存亡之际 站出来拯救 东皇宗旨人 便是盖世英豪 不知道是谁 在带头喊了一句 东皇宗主宇文太极 下一刻 万众呼声如潮水蔓延 全场只剩下了一句话 东皇宗主宇文太极 这八个字 说明了人们心中的一切 当宇文太极看到人心相向 自己终于得到宗主之位时 他笑了 神都圣城 你们看到了吗 只可惜啊 这份盛况 为父不能与你们分享 而这时 皇剑佛营焦急到 太极 宗门正面 赵之渊他们还在和云霄剑派此战 你看啊 宇文太极点点头 随即将黑后推给皇剑老头 知道了 你替我看好他 随即抽出东皇剑 举剑朝天 东皇宗的将士们 随我杀敌 是 一时间杀生震天 此时在东皇宗正门 各种灵灾肆虐 而云霄剑派和东皇宗的厮杀 也已经到了白热化 半生兽和御兽师不断厮杀间 茫茫白雾中 到处都是残缺的尸体 两大宗门 此时已经杀红了眼 司空剑身 总是常见 杀得无比豪迈 东皇宗已经没有强者了 跟我杀上圣神 回掉结结合 冲啊 弟子们纷纷高呼 快杀了他 宗主 我们损失也挺大呀 好多云霄未战死了 司空老头听到这儿 那还得了 嘎嘎嘎嘎嘎 就随我一起杀对方 十倍的年轻弟子出戏 这一战 定要让圣天府的大人们 好好高兴高兴 最好 李天命的臭小子也在其中 让绕夫狠狠割下你的舌头 这时候他换出半生兽 来 这是火系的半生兽 六亿神火锋 羽翅一阵 就能喷出万千神火 他的主人是司空剑身 举剑向前嘎嘎怪笑 东皇宗的弟子们 怪就怪你们自己投错了胎 选了一个废物宗门吧 眼看这个火炎剑芒 就要直接命中 轻荣剑锋的一个剑青 元灰天 从下方的视角来看 六亿神火锋的羽翅 遮天蔽日 在战场上无刻匹敌 无刻阻挡 可就在这时 一道剑气杀出 圣经斩杰 阴阳刀玉 出手之剑 名为东皇剑 杀了他的人 叫宇文太极 司空剑身人都看懵了 这怎么可能 东皇剑在你手上 不是说宇文太极 早就和宗老会决裂了吗 没来得及反应 宇文太极的惊天一展 就已经杀到 仓主下 只来的几拿起武器疙瘩 碰的一声脆响 两道人影骤然分开 司空剑身 直接跟断裂系的 风筝似的倒飞出去 从开战的第一瞬间 李天命就在断崖上 砍着万山截械中的 生死死杀 战场有灵灾肆虐 迷雾阻拦 很难看清楚状况 但从那惊天的咆哮 惨绝连晃的凄厉声中 都能听出 这两大宗门死战的惨烈 叶绍青满眼血丝 一旦有人攻上圣山 便是宗门沦陷 李天命咬牙还恨 若不是宇文太极 我这时应该在振前杀敌才对 只能看不能杀 眼睁睁看着冬黄宗陷落 这种感觉何其难受啊 叶绍青叹了口气 其实冬黄宗面临威胁之前 大部分纵老就已经倒向宇文太极 找支援和上官技术 只是暴露的两人罢了 宇文太极的魔法太深 在这方面 叶绍青连他的一根手指都不露 李天命这时突然发现 战场上多了许多冬黄卫 怎么支援的这么快 叶绍青也皱眉 不对啊 按这个数量来算的话 是把成员战场那边的兵力 全都抽掉过来了 忽然他目光一凝 快看 是宇文太极回来了 花音刚落 轰隆一声 万山结界剧烈震动下 云霄魏们被震的人羊马粪 纷纷撤出结界 这一下便是雪崩 很快千斤万马溃不成军 那个拿着冬黄剑的男人 举荐高呼 洞皇宗主 宇文太极在此 溃败之君 守死 而更在震撼的场面出现了 这件一头燃烧的巨大凤凰半身兽 撞了出来滚落在地 这样许多云霄魏都给压扁了 而之后 一个人以同样活路死地滚落 等众人看见出这种狼狈的脸 都惊呆了 那是云霄剑派宗主死空见生 此时如死狗一样 趴在地上不说 手上的圣手兵 云霄剩剑都断了